哈囉大家好 我是Bad 歡迎收看歷史穿越劇 和各位講講你以為很遠 卻其實很近的事 就像是照後鏡中顯示的車序一樣 真的要注意行車安全 偽裝是動物用來隱蔽自己 或是欺騙其他人的一種手段 不論是掠食者或是獵物 偽裝的能力都會影響他們的生存機率 動物都知道這是除了喝自己尿之外 很基本的求生技能 我發現我的搖桿是迷彩的 我們人總不能裸著去打仗 但是軍隊的制服也花了一長串時間 才演變成現今的迷彩 早些法軍會穿藍色 英軍會著紅色 為了讓敵我識別一目了然 特別是在後方的炮兵和指揮官 總不希望肉眼看不見自己人在哪 到了一戰人類現代戰爭的分水嶺後 交戰距離已經不是簡單的肉眼能判別了 於是人們才逐漸意識到 要將自己引申的重要性 到了二戰則從單一 卡其或綠色 慢慢在英國特工隊Commando 或德國黨衛軍出現 幾種大色塊混搭和有仿樹蔭斑點的迷彩 時間推到現代 不用說將自身衛裝已經是各國軍隊的標配了 某些國家有點搞不清楚狀況之外 我們可以來和大家介紹現行有哪些迷彩風格和他們的歷史 主要資訊是來自美國的Military TV 如果想直接讀原文的朋友 也可以去他們的粉專和YouTube頻道光顧一下 第一種稱為破壞性圖案迷彩 英文可以簡稱DPM 有叢林和沙漠色料兩種版本 從1960年代至2011年 原先是配給女王陛下軍隊所使用 靈感是來自於二戰英軍Commando特種部隊手工製作的迷彩 這類套在制服外的長袍 只有執行特種任務的散兵滑翔一單位才能享有此殊容 又或者你剛好是蒙哥馬力達的 那應該就也會有一件送到你家門前 就如同名稱所指為了讓士兵的人型外觀被破壞 最多有四種顏色所組成的DPM迷彩也有與時俱進 還延伸出了黑白相間的城鎮戰風格 甚至非洲史瓦地尼還有藍色或紫色的版本 重點是它是內陸國根本沒有海軍 不管如何DPM迷彩現在依然是印尼菲律賓等部隊制服的主要樣式 英軍則是在21世紀2011年才逐漸將其換裝成多地形迷彩 像是美圈海陸的Marpet和加拿大的Carpet MTP如名稱所指 是為了能符合大部分環境地形的通用設計 給英軍一張暢遊世界戰區的門票 一般由三種沙漠色系所組成 適合全地形和夜間行動 受阿富汗的多種山地、林間、沙漠所啟發 有趣的是和許多大國反其道而行 MTP不是我們常見的數位迷彩家庭 反倒是傳統的大色塊混搭風 在2019年紐西蘭軍隊也採用此方案 設計出自己的MTP 並預設於2020年全面換發 剛剛提到的加拿大破壞性翻文 Carpet也是世界上第一款由電腦輸出製作的迷彩 最早的計劃始於1988年 加拿大政府就開始為下一代戰士服找尋出路 並引領NATO各國跟進 算是下面一位MTP的祖師爺 為了能混入大部分的環境而生 特別是希望能讓帶著夜視鏡的敵人 在綠光中看不出所以然 於1996年開始喚發 現在已經是加拿大軍隊的標配 之後有研發出極圈地區的冬季款式 和下圖可以看到加拿大支彈兵護衛隊 在阿富汗執行的AR幹和D型款式 再來是M90迷彩源自於PewDiePie的國度 針對瑞典的溫代林和平原所設計 基本上也就是原先在70年代末的載具迷彩 轉到單兵身上 目前有樹林、叢林和沙漠的樣式 特別是後者會搭配炎熱氣候的青裝 主要是配給瑞典部隊在中東的違和行動 大家看到迷彩上面的深色塊其實是深藍色 因為研究發現黑色和灰色太跳通 不能真實反應我們人眼看到樹林下的光影 從1980年末實際部署至今依然未被淘汰 也代表著這將近在40年前的設計還挺前衛的 都到了北喔 我就不得不提一下二戰的冬季王者芬蘭M05迷彩 芬蘭國防軍的新穿搭很特別的是 直到2016年才公諸於世 他們則是有請到國內的樹林研究單位操刀 最後再交由科技部門實踐 M05的款式差異不單單是要融入地形 而有季節性變化 所以不只有傳統的林間迷彩 更還有學弟DLC版本當寒冬降臨 芬蘭一樣有研發出城鎮作戰迷彩為了境外的派遣任務 為何剛剛前面故意提到二戰 因為芬蘭和前蘇聯在冬季戰爭所埋下的疙瘩 還能在這套迷彩上起爭議 德國的Jager 列兵 葉格迷彩 在2008年與喬治亞的行動中 被西方媒體認為其形狀和用色 極有可能是抄襲芬蘭的M05來的 俄羅斯軍隊滿有趣的是 歷年來都有幹美國、德國、英國迷彩設計圖的臭名 我們現在比較常見的小綠人 應該是2008年開始換裝的EMR Digital Flora迷彩 EMR為俄文縮寫意思大概可以翻譯成統一迷彩著色 其中的統一Unified 也就是俄羅斯各軍種皆能通用之一 看起來和前蘇聯時期所使用的紫外線光 Sunray迷彩十分相似喔 說明寫到EMR迷彩最早即在1998年初末 和其他NATO大國研究數位迷彩的時間也差不多 EMR的零件版本比較常見 同時也有適合沙漠行動的棕色調迷彩 自從蘇聯瓦解後 愛沙尼亞也有自身的迷彩規格 主要由三種顏色構成 線條像是扭曲的變形體 這部落地海國家很快地加入NATO在世界的違和行動 所以這數位迷彩馬上跑出了林間、沙漠和城寸戰等款式 如許多大國 它們會需要更為現代和通用的迷彩 不過在2006年初亮相時也被人質疑 和加拿大的Carpet至今意味十分濃厚 目前沒有國際間的訴訟 但愛沙尼亞的原構想從何而來 依然打了個問號 一樣位於東歐的 還有很久之前的歐陸強國 波蘭也有生出自己的迷彩系列 Pantera 全名為WZ-93 Pantera 因為在1993年開始喚發至波蘭軍隊 取代WZ-89 Puma兩側是迷彩 成了制式裝備 對 軍方編號系統就是那麼樸實且枯燥 新玩具很快地在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內戰中被丟入實冊 Pantera的特殊顏色比例搭配是屬於破壞性迷彩 而非要混入環境 在巴爾幹半島的混亂局勢中提供波蘭軍隊必要的掩護 德國則是有他們自己的Bandem Flag Tower迷彩 這由德國設計師在1970年代自創的詞彙 已經讀數一格成了迷彩的其中一種款式 而Flag 極有點狀之意 到現在點點一變得有點像是我們外人對德國軍方迷彩的通稱 和第一個介紹的破壞性圖案DPM一樣算是針對某種樣式的迷彩家族名 主要常會看到的版本是由深淺橄欖綠、黑、棕紅、棕綠五種顏色所組建而成 Flagton的斑點設計巧思和生產技術 被認為是迷彩工業的里程碑 因為很多紋路的概念最遠都可以追溯至德國人民他們自己不願回顧的年代 而且不只漢斯國度不想面對 連YouTube也是如此 所以有關黨衛軍先行使用的豌豆圖案迷彩服飾 我們可以在另一個系列黃標事件部與各位暢談 不過為了感謝大家已經聽到影片的後半部 既然都提到波蘭和德國 我們跳樓大拍賣加碼送一個極為特殊的語狀迷彩 視覺上看起來像是小雨在單色塊衣服上所留下的印記 這特殊迷彩在之前華沙公約組織國家 像博蘭、傑克、東德和保加利亞皆有使用過 發想是來自德國在威瑪共和時期所使用的碎片般為樣式 德國早在二戰中極有大膽參照雨滴的元素來當迷彩的一部分 大家或許會覺得納悶啊 我們印象中在紀錄片的德軍制服不都是灰灰的 沒見過這種迷彩服啊 那是因為這只有散兵部隊或空軍的地面裝甲師才配給 特別是在攻佔希臘的克里特島戰役 就能看到大量德軍散兵穿戴 一般陸軍也是有類似的迷彩像大衣般穿在制服外 或當港魁套但都不普及就是了 然後第三帝國再怎麼狂 也都沒有直接單純雨滴狀就拿來當迷彩服的 這類直翻為碎片樣式的大色塊迷彩 也就是我們今天最前面介紹的瑞典部隊有完美的傳承下來 所以我們的老Q還是和納粹有極大的關係 Flaghtarn在1991年開始變成國防軍的常客 象徵圍牆倒塌後重新統一的德國 一樣有沙漠版本 就是把原先的基底綠改為黃色 再加上橄欖綠和棕紅色塊 之後更可以在國際間見到這類迷彩的影響 像日耳曼玉系招手包含丹麥、比利時 甚至源自亞洲的中國西藏部隊和日本自衛隊俄式迷彩 最後和大家來介紹的是 瑞士之中立國他們獨特的TAS-90 瑞士在兩次大戰皆能保持真正的光榮孤立 儘管國界僅連著阿西 從80年代即開始找尋新的迷彩選項 TAS-90主要由綜合、咖啡、綠和黑色四種顏色所混搭而成 條文感覺和前代TAS-83差不多 只是少了白色的斑點和紅色元素 改為較深的迷彩也象徵著瑞士在國際間的政治風向 不是不選邊站 而是如何在大國間讓自己的地位無可取代 所以瑞士也有參與聯合國和歐盟的軍事行動 如同許多歐洲國家 明明沒有沙漠地形 但都會搞個黃土色調為主的版本 TAS-90預計將在今年2020年全數換裝完畢 這大概就是今天歷史穿越劇有關迷彩作戰服的介紹 上述講到的品項不一定所在哪一個特定國家 有些可能是某些迷彩的類別 而且由於是美國老大哥做的清單 所以恐怕把亞洲完全忽略掉了 相信看影片的各位有蠻多是生存遊戲玩家 所以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哪種迷彩斑文你們覺得最實用且好看 一個自從二戰後就是不間斷對外戰爭的美帝 他們的迷彩斑文就值得我們單花另一集來討論了 如果晚上沒事的話 歡迎加入Youtube不定時的直播 想知道我私底下的樣子或冰箱到底有什麼 就快進來聊天吧 你也可以選擇每個月一杯星巴克的方案 去看看等一下會出現的Patreon贊助平台連結 支持我這一人團隊 還有一個沒奶沒腿的地方交IG也歡迎大家去追蹤一下 影片會有無聊的詮釋警語和影片摸花絮 數據顯示還有52.3%的觀眾朋友看了影片還會訂閱 如果不想要被Youtube演算法的機器綁住的話 現在決定權在你自己手上 訂閱一下 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 別忘記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會通知煩死 所以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為什麼我要戴毛帽遊傳北新